王老大 大家好 今天主要來做的是一些之前練兵間的檢討 以及未來訓練的訓練方法訓練方針的分享 那我個人不是專業的射手 也不是專業的戰術人員 所以我做的動作多少會有瑕疵 當然我拍影片分享 我也是同時在學習 也感謝各位的指教 那未來我也會繼續精進自己的戰術動作 未來有經費的話 可能也會去打點22或限彈槍這樣子 做一個比較實際的實彈射擊 驗證我們的訓練成果 點22跟限彈是目前在台灣 一個可行合法的射擊選項 那未來陸續也會再推出 像CQB限制空間戰鬥 以及TCCC 戰術戰艙救護的訓練學習 這樣子 那主要我就是邊拍影片邊自學這樣子 去做一個分享 那我發現我之前在做訓練的話 就是節奏太快太緊湊 導致最關鍵的注意力啊 肌力都呈現一個斜坡一直下滑 這樣的訓練是沒有效率的 比如說我今天就一直抄一直抄一直抄 一直換彈一直換彈 結果後來練到肌力都快沒了 注意力都快沒了 所以那時候的成效就很差 我槍可能都拿不起來了 還在一直練一練 那個狀況就不好 所以我現在就是要檢討 練習的話 我未來我會分成 不同的分解結段 像例如 第一個嘛 最基本的就是手中 我裝備配置好之後 我要了解我的槍放哪裡 我每次出槍的時候 我就不用去看我的槍套 我就可以收槍了 因為我之前有做一個錯誤的示範就是 每次在收出槍的時候 都會去瞄我的槍套 這樣子 去瞄 拔出來 再瞄 這個動作就不太OK 因為我們無時無刻 都是要看著前方 去警戒 就算現在狀況已經安全了 我們要收槍 我們就是要看著前方 保持警戒 收槍這樣子 這就是手中的重要性 那當然一開始一定會 摸摸摸找不到 這是肯定的 我們可以先從慢速來練習 先把每個動作 做到確實精準 因為這個就是射擊的基本功 再來就是預備動作 手槍的預備動作就是 拔槍的時候就馬上拉到你的胸口 胸口 右手的話 比一個L L用你的虎口 去夾住你的手槍 三隻手指 去握住 或把左手拇指在左側 在彈夾釋放你的附近 這樣子 右手 食指 沉水平 不要任意的伸進你的 破功裡面去挑你的反擊這樣子 這是有預備動作 非必要射擊的時候 手指不要進去 OK 再來左手 然後 我們 鼻個站 拇指朝前 鼻個站 拇指朝前 這樣子 有點像這樣握手 可是這個動作會比較 變回點 因為它會拉到你的緊 就是 這個動作就是 手槍到胸口 然後 左手 拇指朝前 跟你的槍身是水平的 然後其他的柿子去 就是 包覆你的 右手 這樣子 所以我朝上 朝前就可以 就是不要 絕對亂跑 或者是 對自己 這樣子 然後你就是 在胸口 緊密的目標 位 推 我們剛才講的是 手槍從槍套出來到胸口 預備動作 這是一個分解動作 一個科目 拔槍 這就叫拔槍 拔槍 的訓練 然後你要練到 每次 你的握槍 方式都是一模一樣 不要有任何的 比如說 今天這樣子 今天剛才那樣子拿 把它拔出來變這樣子 都變這樣子 這樣子 就是每次都一模一樣 每次都一模一樣 一模一樣 你說 這次動作對了 好 那下次加速 這樣子 從慢動作 30% 50%速度 60% 70% 80% 90% 100% 甚至超越100%更快的事情 當然 我說不到啊 因為我還在訓練 這樣子 拔槍動作 OK了 抽槍 再來是 出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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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一個分解動作 我們拔槍完之後 出槍 蹲出槍 蹲出去的時候 記得 很多軍警的教學都教我們 手要打直啊 或者是要買一口 那我們不要 因為 手打直的話 它會變得很僵硬 雖然射擊同樣是穩定的 但是 我們 不論是走位 或者是要迴避的時候 就會變得比較慢一點 那 我們 手臂就是保持圍彎 圍彎 這樣子 眼睛也不用去特別的瞄準 去對 就是圍彎 然後我們主要練習就是 手臂被動作 震出去 然後 每次 訓練到 瞻孔 準心目標物 三點一線 每次都可以對到它 當然 剛開始練習是不可能的啦 就是要 幾百次 幾千十幾萬次 一直這樣子 偏了 偏了 調一下 偏了 調一下 練到 下次出來的時候 中 一次就可以一直線 然後 一次一直線 還不夠 我們要練到 可以 多重目標的移動瞄準 比如說今天 對這個 過來 過來 或者是 對這個 中 對這個 中 對這個 然後 移動 以至於後來 可能要設施這樣子 因為這都是基本功啦 就是要一直練 一直練 再來就是 可能 大家比較有興趣的就是 換彈 換彈就是 一樣嘛 比如說我們先 換彈也是一個基本功 就是 剛開始我們就在練 反覆的裝填 這樣 裝 裝 裝 一開始你可以先看啦 看著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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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來練到 不用看了 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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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然後把距離拉更大 然後把距離拉更大 從後面拿 裝 這樣子 一直反覆練裝填 裝填 收集你的槍的位置 我們的肌肉都是會記憶的 就是要讓你的肌肉去記憶這個動作 下次就會更快 這訓練絕對是有效的 好 裝填練完之後 我們可以練 拔槍啊 裝填 上爬 出槍 只是 把剛才前面的拔槍動作也連貫起來 這樣子 去做一個組合訓練 彈夾的位置 你也要很熟悉 以至於後來可以不用去看它 那我們設置配置是在這兩側構園 比較奇怪一點 再來就是我們的像放彈 裝填緩 出槍 然後 按鈴 梅子彈的時候你要馬上把它收回你的 胸口做預備動作 然後順勢按彈夾釋放牛 把彈夾卸下 像這樣 卸下彈夾 左手 拔出預備彈夾 裝填 這樣子的動作 當然 我們在做設置的話 梅子彈它就會呈現一個後地 那 好 回到剛剛 後邊的話就變成說 梅子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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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來之後 裝填 釋放你的滑套 再出槍 這樣子 這個動作也可以去做練習 我把它完整做一次 然後一樣就是 慢慢的練到 動作標準 速度加快這樣子 動作標準是一個前提 不要馬上就想要練快 一直狂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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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狂操的結果就會變成我之前訓練的樣子 你的肌肉疲乏 注意力完善 成效就不好 好 回來之後 這樣子 我們戰術換夾就是 彈夾裡面還要知道 可是手剩不多 那我們設置完畢 要進入下一個環境 或者是 下一個動作 之後 先不要釋放你的彈夾 左手先拿著不用彈夾 接後型彈夾 然後放上 推收 再出槍 繼續動作 那當然 你在做訓練 前面的基本上能練好 先不要記住下一個結論 先把前面的練扎實 再去做主流訓練 這樣子 對你會更好 當然 我實在對我自己講話 OK 再來還有 單手換彈夾 那這個單手換夾 比較特殊 國外的部隊也有在做這個訓練 那這個科目主要就是 可能你的左右手 其中一隻負傷了 然後你已經做了緊急的處置了 比如說打上肢鞋帶啊 然後已經確定脈搏沒有在跳動 OK 這時候 那我們先把它假設 後定褲子彈 通過我們的槍套裡 好 再夾 插入 拉起來 釋放 一樣 就一樣的動作 只是換成單手而已 放彈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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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子 這樣子 這就是我們的 單手換彈套 那我們可以按照剛剛練習的方式來做 進一步的氣槍訓練 因為氣槍訓練的話 它有實體射出 雖然後座力沒有真槍實彈那麼強 所以後座力這部分可能就練不到 那我們可以練的是 瞄準 射擊出槍 還有一些 移動啊 或者是 鬥靜泰的射擊姿勢的 訓練 它包含裝備 這部分 跟實彈其實是 可以結合的 就我們 待會就是 一樣 拔槍 一杯動作 出槍 然後秒倒之後 射擊 收槍 左右 不要看你的槍套 收槍 然後 下一包 這樣子 OK 我們來做訓練 先做慢的就好 其實不用球快 因為你球快 你效率不高 你一樣有用 拔槍 一杯動作 然後 手指 準備射擊的時候 就 進你的 破功 輕觸板機 用你的 食指指腹去 輕壓就好 注意它的那個力道 你不要按到底 慢慢的釋放 然後 射擊 OK 左右 收槍 好啦 這是我們的氣槍訓練的 那主要 我的目標品會 調比較金屬類型的 讓它打起來會 射擊到目標 那 目標我建議就是 要給自己一點要求 比如說 一個點 或者是 一個區域 這樣子 最好是用人形把 那當然 打這種鐵植物品 也是可以 對 訓練自己 在抓那個精準度 打完收槍 打完收槍 這樣子 一發一發的去 做訓練 這邊 沒子彈 那當然 這裡我先不要做拋甩 因為 除非你要 你要做拋甩 最好就是 地板要再加點東西 這樣 避免你的彈夾受到水上 這樣 那我們這邊 再做拋甲 OK 那我這邊講過說 就是 我會在自己 DIY 酒動房 或者是 人形把 未來會做的 不只是 定向的設計區別 也會做 走位啊 跑位 掩蔽物的設計 這樣子 那 你不要說瓦斯槍就是玩具 其實 國外玩多射手 他們就是 藉由氣槍訓練 雖然實彈訓練是 最實際的 但是 因為彈藥要前 就是 我們可以有更 實惠的選擇 就是 用氣槍訓練 那 不管是氣槍訓練 或者是剛剛那個 那種 空槍 操練 其實對射擊多少是有用的 因為 那就是基本功 槍就是這個形狀 其實我們的瓦斯槍啊 都跟真槍其實非常相似 不管是重量壞鞋 就差這個 作動方式而已 所以 我覺得拿氣槍訓練 是對 實彈其實有用 那 未來我可能就會去打 點亮2 點亮2 點亮2是比較小顆的實彈 那 他也是屬於實彈一種 所以 為了要 在 法場表現 我覺得就是 事先的準備做的就是要做 不斷的扎實的訓練 剛剛有那些 基本功 這就是我們 射擊最基本 步槍的我 我看就是 邊訓練在邊講 當然 其實我主要是講給自己聽 講給自己聽 今天啊 做一個紀錄這樣子 未來當然 就是不斷的去改正錯誤的動作 去檢討 那 也 歡迎各位 給我做指教這樣子 讓我們一起成長 目標成為一個 戰術設計的專家 這樣子 以這個方向去前進 好 那 成功了 喊